孩子在生肖过程中,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食物,但是有的食物虽然好吃,却没有营养,甚至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。 有的食物孩子可能不喜欢吃,但却有益于人体健康。 那么,哪几种食物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呢? 以下四种食物有利于孩子的身体和大脑发育。 一,鸡蛋,鸡蛋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食物,性价比很高,鸡蛋中富含蛋白质,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,而且还含有瓦铃质蛋黄素等,对于人体的神经系统有很大的好处,是很好的健脑食物。 而且,鸡蛋还有很多的吃法,水煮鸡蛋,鸡蛋,鸽包蛋等,但是营养最高的做法是水煮蛋,每天吃一颗水煮蛋,对于身体和大脑发育都有很大的好处。 二,花生。花生中含有大量的卵鳞芝和脑鳞芝,可以延快脑功能的衰老,而且经常试用花生,可以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,还会增强记忆力。 常吃花生含有养胃的作用,无论是对于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有很好的作用,但如果孩子在吃花生时,要注意看护好,避免被花生卡住,出现危险。 三,苹果。苹果中含有的大量的心,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,而且苹果还有缓解便秘的功能,每天吃一颗苹果,身体会更好。 当然,如果孩子不能吃那么一个苹果,可以将苹果榨成汁,或是热了之后再吃,对人体也有益处。 四,核桃。核桃的外形很像人的大脑,而且核桃的确对人的大脑的发育有很大的作用。 家长可以多给孩子吃一些核桃,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,有对人体有好处的食物,也会存在有坏处的食物。 以下四种食物最好不要,向孩子吃,或是少吃。 一,煎炸和一些烟熏的食物,这类食物虽然味道很好,很香,大家都喜欢吃,但是对于人体没有好处,食物在被煎炸和烟熏后,会转化成不健康的物质,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,伤害大脑,甚至会导致大脑造衰。 二,吃过多的含有微精的食物,很多家庭会在做菜后加少许微精,这样可以提前,吃起来味道更好。 但如果人体在摄入过多的微精之后,尤其是小孩子,会导致体内缺发心,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,所以尽量不要让过小的孩子吃含有微精的食物。 三,颜质的食物,颜质的食物中,不仅含有过多的呢。 其中的各种香料,也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肠胃功能,过多的药香酸盐,还会导致孩子的智力发育受到阻碍。 四,甜食。甜食很容易会有饱腹的感觉,还会影响孩子摄入其他的食物,造成孩子的饮食不均衡,影响孩子的身体正常发育,不能提供给大脑正常的营养物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